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幾場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第一場要來看到的是由命 他所帶來的進攻 用的部隊配置是天護 再加上雪怪藍胖的組合 他先在靠近四點外側的地方 這裡下了大守護者 然後分別在兩三點外側的地方 是下了氣球來 把外圍的箭塔打掉 這樣子三點這邊就形成了一個盲區 可以用法師來幫忙斷邊 大守護者會往四五點的這個方向走下來 然後命在靠近六點的外側這裡 是先下了蠻王扛住火力 後面下了工程訓練營 然後再跟上兩隻哥倫冰人 因為有蠻王在前方先扛住火力的關係 所以工程訓練營裡面的皮卡跟法師 可以全部都不會浪費掉 一隻一隻的放出來 再配合哥倫冰人在這邊動住對方的防禦建築的話 可以讓我們的部隊清掉蠻多外圍的建築 最後工程訓練營解體了之後 跳出來的這群野豬 跟著法師部隊一起把七點外側的建築物都清得蠻乾淨的 現在看到主力部隊這邊是用一罐跳掉的法術 讓我們的主力雪怪藍胖全部都跳了進去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以及天使 然後走進去了之後 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在這邊是下了毒藥 並且還壓了狂暴 趕快處理掉對方的援軍 然後拆掉對方的兩座投石機 還有對方的天鷹火炮 部隊來到了陣型最中間的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的野豬部隊拆到了靠近八點外側這邊 全部震完了之後 還留下了九點的這個區塊 就交給了神盾俑者來處理 神盾俑者現在是從九點的外側下進來 準備靠他一個人就可以把九點區塊的這些防禦建築物全部都吃掉 然後從一兩點這邊我們看到外側 是點放一些氣球進來幫忙收尾 這個收尾的方式有一點點像嘎布流 就是在最後殘局的時候 用一些氣球把比較靠近外圍的建築物點掉 那活下來的氣球還可以來幫忙收尾 這場進攻我覺得在前夕六點的這個位置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對方在這一側不但是有蠻王跟神盾俑者還有藏了一些電塔 火力是非常的強大 那命的反應速度很快 用了哥倫冰人 蠻王 攻城訓練營跟寶寶龍配合 一起把靠近六七點外側的建築物全部都清得很乾淨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鳥哥的進攻 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礦工 對方這個對稱的陣型在靠近六點外側的地方 火力可以說是非常的強大 不但是有蠻王女王 而且還有大本營跟城堡援軍 先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之後 鳥哥在六點的最外側是下了天女 然後先用毒藥配合天女來單獨處理掉對方的援軍 不要讓天女同時面對到對方的女王或者是蠻王 這邊還補了一隻女武神來幫忙 那女王是安全的存活了下來繼續往上走 兩側用氣球探一下空中陷阱 即將要面對到對方的女王了 這邊狂暴提早丟下去 拆掉眼前的電塔之後 處理掉對方的女王 即將要再走入對方蠻王的攻擊範圍之內 那在七點的這一側也是下了寶寶龍來幫忙斷邊了 雖然六點外側這邊的火力是非常的強大 但是我們的天女是一個一個來將對方的援軍 女王和蠻王處理掉 所以她的技能目前還是留下來的 可以安全的來打掉對方的大本營 現在即將要把大本營拆掉 那因為七點這一側是有斷邊的 所以女王等一下應該會貼近靠近六點這邊的城牆邊緣 那有可能會被對方六點內側的單體火塔給黏上 我們來看一下天女是要怎麼樣來處理對方的單體火塔 這邊被對方的單體火塔黏上的時候 先丟一罐冰凍法術 躲過對方的單體火塔攻擊 然後女王就繞過來了 可以可以 這是一個對側的陣型 所以不管女王往哪一邊走都是沒關係的 現在女王是往左邊走 所以鳥哥她就在靠近九點外側的地方下了攻城訓練營 然後在八點外側這邊是用蠻王來幫忙把外側的建築物打掉 現在重點是剛剛說的六點內側這個火塔 女王即將要再度走進對方單體火塔的攻擊範圍之內 這罐狂暴再加上炸彈人開牆可以說是非常的關鍵 這個城牆不炸開來的話 女王就沒有機會打到對方的單體火塔了 先來先用冰凍法術動住對方的單體火塔 讓女王躲過對方的單體火塔第二次攻擊 然後先拆掉對方一座投石機 又被單體火塔黏上了 這裡還有最後一招就是打開自己的技能 躲過對方單體火塔的第三次攻擊 把這個火塔拆掉了之後 甚至還在扛到了對方第二座投石機的攻擊 哇這女王真的是MVP啊 現在來看一下礦工的部分 礦工是從大約八九點的方向進場 配合從工程訓練營裡面跳出來的野豬 以及從側邊支援的神盾俑者 形成了豬礦流的推進部隊 那這批部隊的推進路線可以說是非常明確 從九點進場之後會往十二點鐘的方向前進 然後再繼續往三點鐘的方向來推進 一路就是用無邪法術來保護他們 而天女在這場進攻當中 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關鍵 不但是打掉了對方的援軍 以及蠻王女王之外 他打掉了對方的一座單體火塔 跟六點這個區塊的所有建築物 甚至還包含了兩座投石機 這可以說是大大的減輕我們豬礦部隊的推進壓力 最後天女也是存活了下來 跟著我們的礦工一起收尾 拿下這場進攻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還是由鳥哥他所帶來的進攻 用的部隊配置有一點點花式 用天護開場之後還帶上了雪怪藍胖和野豬 大守護者是下在靠近七點外側的地方 那六點跟五點這邊是分別用法師還有小蒼蠅來幫忙斷邊 以這個斷邊的位置看起來應該是希望大守護者往左手邊走 但是在用氣球探過了空中陷阱之後 天使反而是很反常的下在大守護者的右手邊 這是為了要躲過對方七點的這座火箭的攻擊 現在大守護者把這個火箭拆掉了之後 就順利的往左手邊走過去了 那天使也是安全的 在靠近十點外側的地方是下了蠻王來幫忙斷邊 蠻王也同時扛住了靠近九點這一側防禦劍組的攻擊 現在從九點外側下了女王進來 因為前方有蠻王在幫忙坦著 所以女王暫時是安全的 可以幫忙隔著牆打掉九點內側的防禦劍組 蠻王現在開了技能殺掉對方的蠻王之後 在對方陣型結構的七八點這一側有一條巷子 巷子口的地方下了雪怪藍胖部隊 將大守護者引了過來 所有的部隊在巷子口集合 然後直接往巷子裡面走進去 前方先丟了一罐冰凍法術 動出對方的投石機跟天鷹火砲 然後在陣型中間丟了一罐跳跳法術 同時對方的援軍也已經引出來了 在這邊丟了狂暴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直接秒掉了核心的所有防禦 包含對方的兩座投石機和對方的援軍 大本營跟對方的女王 同時工程訓練營已經下在五點外側的地方了 這裡還點了幾顆氣球 幫忙把五點這邊遺漏的防禦建築物打掉 保護我們從工程訓練營裡面走出來的這些法師 同時在五點的這一側也已經下了神盾俑者 以及幾隻野豬 準備要和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這隊野豬會合 一起往三點鐘的方向推進 而在三點內側有一座法師塔跟多體火塔 這裡是丟了一罐補血法術來保護我們的野豬部隊 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只要從側邊支援的野豬部隊 進場時機以及角度都掌握好的話 其實這一小隊的野豬就可以帶來非常大的幫助 主力部隊現在已經幾乎全部都死光了 反而是靠著這一群從側邊支援的野豬部隊 跟著神盾俑者 一起來幫忙打掉剩下的所有防禦建築物 現在野豬繞過了十二點的這一側 準備要往十點鐘的方向走過來了 這裡還有對方的最後一座法師塔 但是野豬的數量好像還可以 只要把這個法師塔拆掉的話 野豬部隊就沒有天敵了 而從工程訓練營裡面走出來的皮卡 再加上法師也繞過了三點的這個角落 準備往十二點鐘的方向 積蓄的清上去 最後就是由這些皮卡法師 再加上存活下來的野豬 天女 神盾俑者 和大守護者一起收尾 拿下這個十三本的三星進攻 非常精彩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場 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今天的這幾場進攻當中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全部都帶上了工程訓練營 而且裡面都是裝著野豬 如果你還搞不太清楚為什麼常常看到你的隊友 帶著工程訓練營裡面裝著野豬出門的話 或許可以多看看幾次今天分享的這個影片內容 來當作參考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